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工程学 今天给大家聊聊引爆的混动版本 引爆这个车呀,这两年江湖上有非常多它的传说 有的传说是好的,有的传说是坏的 那不管怎么说,引爆这个车呢,它确实是火了 而且呢,也成为了年轻人的第一台性能车的选择之一 而现在这个时代吧,随着这个各种政策法规逐渐严格 热门的新车都得弄点混动来撑个场面或者增加个销量 那引爆呢,也增加了它的混动版本 我现在开的呢,这个就是混动系统了 它用了一个GMC2.0的混动系统 其实广汽的这套混动系统跟本田的IMMD是非常相似的 一个2.0的阿特金森循环自然气发动机有140马力 配一个两档的DHT变速箱 两个电机 一个电机呢,位于发动机跟变速箱之间 它是用来发电以及动能回收 另外一个电机呢,在变速箱的输出末端 用于驱动车辆 而这个驱动电机呢,有182马力 发动机与电动机混动并连输出的时候 综合最大功率有238马力 而这样油电混动的车型 它的电池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小的 那这台车呢,它是一个2.1度的三万里电池 这种电池更多是具有一个缓冲器的作用 帮助你快放,帮助你快充,来实现车的一个瞬间的加速能力 驾驶模式也分为纯电、增程、混动和直连这四种 在正常情况,程式低速或者起步的时候呢 它都是纯电,非常的安静 速度稍微起了一点都给你加速 比如说现在这样,它就是混动模式 这时候呢,发动机会输出能量 电机也会输出能量 而正常巡航的状态下呢,它是增程模式 这种发动机直接发电给电机 同时呢,分担一部分电 用于给电池来储能 等到你速度超过43 甚至更高的时候 你平稳的巡航 它可以切到一个发动机直连的模式 用于省油 那据说这台车的平均的油耗 就是CLTC工矿 可以做到4.33升每百公里 那开的是什么样的 燃油版的引爆排气声音还是挺小的 而这台车的排气几乎就没升了 再加上你在低速的时候用的是电机 很多时候又是增程模式 发动机不参与直驱 这时候这台车的整体 噪音水平还是非常低的 只不过呢 在纯电过渡到混动或者增程的时候 发动机启动那一下 你还是能明显的感知到的 另外,我非常喜欢引爆这个底盘 这个底盘在10万块钱车里面 我觉得是很具备有运动感的 如果说极力新锐那种的家用轿车 它的底盘比较软像QQ糖的话 那这台车的底盘就相当于牛板筋 它比较韧 而且很有韧劲 关键是不散 所以说传奇把引爆这台车 虽然说这么便宜 但是有一定的操控潜力 我觉得还是挺欣喜的 而且它的转向也比较沉 然后刹车和油门都比较沉 开车的驾驶趣味还是非常不错的 即便它是一台混动版的引爆 不知道大家看到混动引爆 这个车身颜色是什么想法 这个颜色呢叫做超新灰 如果在阳光特别强的状态下呢 它看着有一点点翻蓝 我觉得还是挺温温而压的 因为传统的引爆呢 都是一个比较战斗的风格 而且混动版车型 就得跟燃油版车型 从配色方面区别出来 让人一打眼就知道 你是那个尊贵的混动版车主 同时呢轮圈还是18英寸 而且造型很好看 关键是没有卡前罩的 我觉得卡前罩这个动作 真的有点多词一诀 尾部呢还有四处排气 虽然说没有什么排气声浪了 但是四处排气仍然是真的 外观让我最想吐槽的 就是这个外护视镜 还有前杠上的仿碳纤维装饰 我觉得吧 碳纤维这个东西 如果是真的 那看上去还可以 如果是仿的 我觉得还不如改成这个车身 捅色的设计 车内也增加了一个新的颜色 现在是蓝黑 以及蓝白的配色 中控台是蓝色和黑色的软质材料覆盖 然后座椅呢是蓝白色的 非常的清新素雅 只不过嘛车内也是有这种仿的碳纤维的面板 当然了这个仿碳纤维的质感是要比车外好看很多的 但是我个人啊还是更喜欢把这里换成浅色的木纹饰板 不要深色的 深色有点油腻 就是那种仿的也行 浅色的木纹饰板 或者是仿的金属拉丝面板都会看上去更加的淡雅一些 那配置呢这台车也很高 有L2的自动辅助驾驶 有360度的全景影像 两个10.25英寸的屏幕 看着也挺细腻的 同时它的在线高德地图导航 以及在线音乐和语音控制 在10万块钱这个级别都算是非常好用 在前排我能挑到的缺点就是 顶上这个天窗 虽然说现在的天窗都采用了各种镀影防紫外线的处理 但是毕竟阳光还是能照进车内的 一边开车一边太阳烤着还是挺晒的 因为整个车顶都是透明的 再加上浅色的内饰 坐在后排的通透程度非常的好 空间跟辽阳板车型肯定是一样的 我觉得正常的加阳轿车水平吧 只不过头部的空间稍微有一点点小 做掉的软硬程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个好处就是后面这块玻璃 它的贴黑程度是明显强于前面这块玻璃的 所以坐在后排的防晒效果要比前排更好一些 当然了我还是希望未来的影爆再优化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USB充电口 现在是三个USB充电口 我个人试了一下 应该都是慢充 希望未来它能增加一个快充的接口 毕竟大家现在用手机也比较频繁 还是希望我上车的时候给手机补电能够快一些 最后再帮小伙伴们分析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买影爆的话 我非常推荐直接上混动版本 因为这台车它比燃油版车型好开了很多很多 关键是这个混动又不用充电 对不对 你平常可以当燃油车一块开 还能享受一个电动车的加速感受 它不爽吗 只不过嘛 这个排气的声音确实没有了 这个可能是一些小伙伴们比较在乎的点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价格 据我了解 混动版的影爆会在今年的10月底正式上市 作为参考 普通版的燃油影爆是9万8到12万8 我个认为如果它的价格之比 燃油版的影爆贵1万块钱以内 那还是挺香的 所以小伙伴们给我个一键三连 咱们一起努力 增加一下我们的声量 希望厂家到时候把它的定价能够尽量低一点